虽然美国屡屡发出制裁警告 但是他们依然无法阻止盟友 从俄罗斯购买S400导弹 S400导弹究竟凭借什么 征服了一票国家 这些敢于无视美国制裁警告的国家 又何来抵弃 制裁是否成了美国挽回颜面的唯一手段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最新报道 日前美国宣布 对无视美国制裁警告 执意要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的 北约盟国土耳其 实施严厉的制裁 阻止土耳其军工业继续和美国等国 进行深入合作 与此同时 美国对印度也发出威胁 要求新德里放弃购买S400防空导弹的交易 然而美国的制裁威胁 这次却没人在乎 接近新德里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 印度决心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 美国的威胁不会阻止印度 从俄罗斯盟友购买S400防空导弹 美媒认为 虽然美方态度看起来十分强硬 但是普京却再次赢了美国一局 收获了再次重大胜利 据悉 大批S400导弹 已经装船运往盟国 对印度的交付工作也即将开始 外界认为 白宫未能阻止俄制武器继续出口 已经陷入了无能狂怒 只能用制裁来挽回延灭 据报道根据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 美国已经对多国挥舞起制裁的大棒 其中就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国 根据这一法案 美方阻止任何国家从俄罗斯购买可能威胁美国 及其盟友安全的先进武器 而S400防空导弹就是美方十分忌惮的新型武器 北宫认为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具有同时拦截大量目标的能力 配备有强大的雷达传感器 具备高机动性和高生存能力 可以拦截从隐身飞机到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大批空中目标 据报道 美国在制裁土耳其之后 向其他俄罗斯武器的潜在用户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信号 包括印度 埃及等国都和俄罗斯签署了大宗军火交易合同 但是目前来看无论是土耳其印度或是埃及都没有在乎美国的制裁威胁 依旧在和俄罗斯稳步推进军贸合作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称 土耳其和印度作为地区大国都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美方如果和上述国家彻底翻脸的话 那么将对美国的地缘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也是上述国家无视美国威胁的底气所在 美专家认为由于美国需要印度牵制其主要的竞争对手 同时还希望拉拢印度 使其尽量疏远俄罗斯 因此对于印度购买俄制导弹的问题 美方很难有更多实质性的制裁动作 否则新德里可能将进一步向莫斯科靠拢 这将使得美国的印太战略损失不清 但是一旦其他国家有样学样的话 未来美国的制裁大棒将无人理会 对于美国的长远国际战略来看 势必将造成严重的损害 对于美国的长远国际战略来看